大家好,歡迎收聽財經ABC 錄音時說我們一反常態,這次是六組音 星期五的七點鐘都未夠,這次真是威威 我們兩個,麻煩大家分享,留言,讚好,還有加利鈴鐺 記得點擊全部,就可以看到這麼多段片 正所謂有港利台,無窮人 這次真是連我們的Fan底也吵下去 105.76很少見到這個位置,之前很威威的,發生了什麼事? 其實你有些金融經驗,這次非常反常的 A軍,現在應該有些局勢緊張的味道 對呀,開戰味道很重,不是那些錢都湧過去嗎? 還有,加了這麼多息,有息差的了 你說一般一二零我也相信,怎知一棍坐回來,變成105 炒會的真是輸死他呀 炒會輸死就沒有經驗而已 我們這個台也說了,一路加息是美匯反而散下去的了 這個不是第一次說的了,兩個星期前說了 還有,很久以前的,那個叫什麼?那個叫屍棍爆屍 整年多之前,兩年前都說過,加息的樣子就是這樣的了 股市升,然後美匯反而會跌 你用什麼道理都解不通的 除了去做事之外,沒有一樣的解通的 不過這個星期有暗湧的,你看到呢 這個美匯的低點在星期二那裏,八月二後那裏 咦?星期二?那天很多人看著那個老太婆去哪裏睡 其實這件事呢 這個似乎現在有佈局,他已經預判了一個劇本 那我一直說就知道,你看看美匯是鑽弱的 這個你先記住 跟著 十年債券呢 都依然是繼續 在2.7以下 就非常之好 我的表現 所以如果你有看我們的 長期,這幾個月有看我們的節目呢 都知道這樣的環境之下 美股就開始碰了 開始碰了 那加息的步伐可以減了 如果這個不再彈上去 息口不再彈上去 就是這樣的情況 嗯 好了,但是是不是 這個過胎就是神仙了 這一刻的股市是沒有問題的 沒錯 因為那條Yield Curve就開始平了 所以那些錢就走回股市那裏 是不是呢 這個是我的模型 正如上星期所說的 其實你看一下 這個十年債券和聯邦基金的差別 已經接近零了 接近平了 這個是股市非常暢黃的一個位置 等於2020年 是不是 熔斷幾次之後 是不是狂升呢 就是因為 息差去到負數了 看到嗎 現在接近這個 爆升的位置 已經是非常之明顯了 根據我們的模型 就是這樣 因為我們的模型 經常都說 如果有息差的話 那些錢就中去債券市場那裏 就是這個 孤短買場 但是如果 沒有息差的話 那些錢就要中去 這個股票市場那裏 駁一駁 踢到老年那麼高 踢到老年那麼高 又如何 三好折貨 是啊 就脫身了 所以這個 就非常之好 我們記住了 另外再看看油 油 離世大譜 88元 真是被他按到油價 Futures 這個是做的 我們今天 要講一下油的故事 為什麼那些大戶 這樣操作 分析些什麼 分析過頭嗎 其實因為他做了盤要食股 不是他就糟糕 這樣解答 所以呢 油價就88 息差就非常之接近零 美國10年債息 就去到2.6多 那麼這幾樣東西加起來 你覺得美股會點好A軍 真的要做回上 是啊 所以我們的立場 是做回上 過去五天呢 雖然沒有什麼升 但是 暴跌啦 是不是 那我們呢 是非常之看好這個 美股的 這個情況之下 但是啦 有個暗湧 好像什麼都這麼好景 我講到是不是有暗湧 是的 因為呢 就算是我們的模特兒來講 都說呢 是會上 但是呢 就上到 那麼上下呢 又要 真的要派貨之後呢 就會梳年 這個其中一個暗湧 還有沒有其他呢 有啊 其實就是我們現在8月嘛 是不是呢 咦 近8月啊 是啊 我們要看看7月有沒有縮表才行的嘛 你這個臭小子是不是 說那麼多話 如果沒有找數 是不是不對呢 好啦 上次我們看見呢 就是6、7月期間 說縮不縮 很臭小子啊 你看看 7月4日是不是 咦 到7月26日 那個表縮了去哪裡 縮條毛 還帶上去 這件事呢 就是 很大問題了 你要 記下了 好啦 我們的模型呢 似乎全部的指標都非常之好 這個呢 似乎身體很健康 但是那個問題呢 為什麼那個10年債息會2.6那麼低呢 因為他沒有縮表 到這個 這一刻都沒有 看看最後一個星期 是啊 那沒有了 那7月就真的沒有縮了 那我沒有說錯他了 當他是這個呢 他縮了230多億而已 我看你這個月怎麼 cut off 你當是6月28日去到7月26日呢 200多億而已 是啊 一半 你如果只看7月呢 沒有了 到這一刻都沒有 那麼呢 意思就是他的縮表 什麼都不合格的了 什麼都不合格 不到位的了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10年債息才是 2.6幾 似乎 不太對勁了 這一個是 還有很明顯的一件事 真的好像分析所說 根本一路縮表 再加上一路加息 是沒有可能頂得住經濟的 所以 現在 加息的多人說 縮表 老實說 不是啊 我們財經ABC 你看看有多少個台 會將這個縮表的狀況 整出來 換句話 這個就不是那麼多人看 兩件事既然不能兼得了 又要做給人看 說我們聯儲局正在做的 當然是做過加息的了 所以這一件事 哎呀 既然兩件事 一起出現 市會倒閉的 我又不想倒閉 而這件事 做了都沒有人看到 那我當然是做些 做了會被人看到的東西 所以 就不搞這個了 硬不難因為有什麼機會 有人讀進來看看 不過呢 如果你有聽包工那個 那個記者會呢 上個星期 其實他有提的 他說這個 縮表的速度就是 慢過預期 他說之後會加速的 他有這麼說的 包工有說過 不過你看這麼多報紙 都沒有人提過這句 是不是 這個就是 你看報紙 就是有這些問題 就是那些新聞 是被人篩過才出來的 所以呢 我很久之前都說了 有些 有些show 一定要看全場的 譬如包工那個記者招待會 有看全場 你不能夠選一份報紙來看 其實那些人的資料是不齊的 因為 大利風響啊 我為了這個 我為了這個 港大的 觀眾 我也有看完 所以我就知道他 他都認了縮表是慢了下來的 不到預期 他說會追進度 七月都未見 好了 我們想看看這個 Yen 這個Yen 其實星期二 都大升 嗯 終於有愛力幫他了 又是老太婆幫他了 這個問題就來了 為什麼那個行走會這樣 你發現星期二 一二 星期二 美匯轉弱 其實應該是歐羅都升了很多 還有這個 Yen都升了很多 你猜為什麼呢 A君 哎呀 主要貨幣之中 只要不拿美元就可以了 拿什麼都好啦 當然啦 怕著開大片呀 其實對啦 因為呢 這個美金要成為資金避風港 我們之前都說的 條件是他不參加開片 那如果洛西他這次呢 去這個 彎彎那裏 真是被人 擊落了而開片呢 那這個美國成為 資金避風港的作用就成了 所以那些人呢 這個市場就預判了這件事 那你當然啦 大陸都將會被人制裁啦 港股都跌直先啦 你應該是港股跌了幾百點啊 A君 那天都算凶狠呀 我都跟那些朋友說你夠僅的話呢 你那一刻就 弄多些deposit下去 做一個長好倉啊 就是deposit的意思 你預計跌多幾千點 你都不死得的 那等他做長好倉 但是呢 你隨時呢 一比一比不知多少賺回來呀 是啊 那這個啊 所以呢其實當時呀 你不要說這個 港大的網民啦 是不是 看看有沒有這個飛機怎麼樣啦 其實這個 金融市場都是 預了擊落的 但是這次有沒有擊落到呢 A君 不陪你瘋 高招 這個呢 哎呀 那一開始那些人就說啦 哎呀你都不敢搞呀 落西是不是呢 那就是 就是 紫老虎而已 但是你留意啦 這個 中央市場的官員呢 之前說的東西都非常強硬的 那不擊落是怎樣呀 那我們的呢 我們的預判呢就是呢 其實這次 習大大跟普京一樣呀 我們說普京最厲害是什麼呀 我經常都說 普京 不出手 不動你全家呀 對啦 就搞大件事呀 所以這次呢 我們的預判 都是搞大件事啦 那我們明天就會有 這個 星期日 不閒的時候呢 我們看看這個 想像下會發生什麼事啦 但是當時的預判呢 是美國的劇本 擊落的飛機當然是中國被人制裁的 所以你會發現呢 就是這樣的現象啦 那個情況呢 就等於我們 做節目的時候呢 都會找胡錫進來做reference 老美那邊呢 亦都找一些內線人士來做reference 所以呢 大家兩邊的內線人士 都會說呢 這次很糟糕呀 我們呀就說 伴飛呀 甚至乎 動你呀 老美那邊就說 就這樣動呀 開眼拖呀 大家都是找內線去做reference 怎料呢 這次的內線人士 都猜錯呀 那叫做翻車呀 對了 那我們呢 看來這個比特仔呀 比特仔呀 沒有什麼表現 就是 跌下來的 已經跟美股背前了啦 開始 很少有啊 之前齊上齊下 但是美股很明顯是做好的啦 我們的 view是這樣的 但是這個美股做好 是不是真是 好碰呢 那你見由於縮表呢 就不如如期 A君 所以這個是 鑑山做上去 鑑山做都是上的 所以呢 我們的預判就是這樣 好了 我們看一下呢 這個星期呢 的 大片啦 是不是 正如我們上個星期 都經常提 這個星期會去OPEC加會議 但OPEC加會議的 報導就被 啊 洛西的瘋狂 掩蓋了 是不是 對啦 即是 日洛西山的名字都說得比較壞 真是 哎呀這個型名真的很有意境 這個 拜登 他說 拜登 訪問沙特 其實 我為什麼要跟你說這個呢 拜登早前訪問沙特 得到的訊息 令到OPEC加會議 應該有好東西看 我們經常都說 拜登去到這個沙特 是有 看到嗎 我剪這個給你看 就是 預判其實是有 不是 幾十歲人 非去這個沙特 還被人攜落 有什麼圍 A軍 是不是 所以一定是有 這段報導證明 華府的預判 就是有 的 你也知道 他們的 議員經常都要成功爭取 所以現在 先說好 先成功爭取 記住 他預算有 什麼時候呢 29日 即是上星期五 對啦 對啦 我們就補回這個故事 這個故事重要 開會之前 OPEC就說 我們要保留 加好 加上俄羅斯 才成功的 我們 要考慮俄羅斯的感受 意見 這個星期一 算是一巴掛下去 這個 不會有那麼大想頭 說踢了俄羅斯 拜登那樣 被人罵幾句 沒有那麼大塊禮物 但是 OPEC加這個 非常之團結 你可以試這個 譬如這個 北約是老美的勢力 OPEC加是俄羅斯的勢力 這樣想都沒有 沒錯的了 已經 這個真是好 先抹下 這邊其實是實際 實際的 聯盟 不是軍事的 沙特亞美 收購下線 這個沒事 繼續投資 下線 因為這個 化膚鏈 其實是一些 化工廠 就是用原油來提煉 汽車潤滑油也有 我看到這個牌子 在車上都有 整產品 繼續 吃光整條線 另外 Vertical的一個 M&A 即是一條用服務 Vertical integration 讀太多書 OPEC加終於 真的同意真產 彈火A軍 終於 出來了 嘩 終於撼到了 但是每天是10萬桶 那麼多人炒一碟是10萬桶 你耍東西啊 你要留意 這個情形就是這樣的 燈神和沙特王署 港名委會增產 你知道這些是內幕消息 原首的會議 內幕消息 那就是 拿來買賣 就不犯法的 A軍 所以我一定 沽到你傻 所以華爾街的權貴 接近 燈神 一定沽爆油 新產 雖然OPEC加說什麼 結果他們不知道 因為有人開會 那麼多學 還沒開會 他們說不行 但是一對一的會議 就很容易有 交易的 你記住 全部這些大會都是 市場的轉折點 所以華爾街的大惡 收到訊息 都沽爆油 一定是 好啦 但結果是10萬桶 你覺得是不是 大力爭產 這根 英俊你當我是乞丐 哈哈 基本上就是這樣 但是華爾街的駐馬已經落了 沒有辦法 一定要 食壺 不是那麼多空倉被人夾爆 那怎麼辦 那情況之下 是不是也要落一點 我們已經 炸了馬了 我們這麼大的倉 那怎麼辦 唯有繼續吹 讓散戶進來 輸少一點 是的 照下跌了 所以他 他不難已經留意了 剛才我們那個 報道 你看上去就知道 就是今早的報道 油價跌穿90 這個我們之前 預判過是八十幾九十元 最想是這樣 是不是 他真的做到穿90 那他是不是說 因為OPEC加增產 所以油價跌了 不是 是什麼 怎麼屈啊 大哥 就是經濟衰退憂慮 總之他要吃虎 都是要吃虎的 你知道嗎 就是這樣 他說要吃虎 都是要吃虎 他要穩穩平的 就是這樣 究竟他走不走得掉呢 可能被人倒進去 夾爆 究竟會不會是這樣呢 現在這一刻 他暫時操作成功 這個 就是油價下跌的原因 油價下跌的原因 就是 其實他們 那些有內幕消息的人 就當是油價 綁定數 真產 這樣炒了 現在開完會的結果 就算是沒有他 也是照樣走 這個呢 其實就是 你找什麼人分析 我們這個 這個推論呢 其實就是因為市場 他的player 落了住 他不想輸錢 就向 向油價下跌推 至於會不會被人夾爆 為什麼 你不要看他現在 很得戳 好像贏了錢 他平不了倉 他平倉要買回頭 他平不了倉 他平不了倉 始終都是 那些錢都是先 的 沒有對手 有機會 尤其是打仗的 A軍 有這個 陸勢緊張的 A軍 還有的 你要想一下 一件事 就是 觀眾們要考慮一下 這些大戶 這個盤這麼鬼死大 他一定要在街上 吹回一些理由 讓散戶進來 陪他瘋 不然他脫不了身 所以 這次 是一個 perfect的 demonstration 是什麼呢 就是 大戶做了這個盤 他們最初 就預了 OPEC加 就是會大幅增產 今次吃糊 誰知道不行 不要緊 我做了這個盤 我一定會找到 寫手幫我寫 於是寫手就說 老闆 不如說 環球經濟衰退 沒有那麼多 demand 就一樣可以跌 所以 理由不是重點 重點的 是老闆做了什麼盤 這件事 大家就想著 好像回到公司 老闆說什麼 好巧啊老闆 什麼理由 是不重要的 我記得有些中學老師 被人訪問說過 中學的校長 寧願那些老師 聽他說話 做錯 好過那些老師 經過自己的判斷 做對的事 而不聽校長說 那些校長寧願 喜歡前者的老師 就是這個道理 是啊 所以呢 A君又要說回 很久之前 A君也認識 有個律政署的前官員 跟我說了一件事 他在那裡 塞錢入我袋 他說 老闆請你回來做什麼 我想了很久 是不是說 你判案可以 或者你寫法例可以 怎知道他回答了一個 真的令到我覺得 做人必須要學的一件事 這個很厲害 老闆請你回來 是要令他開心 哎呀 那真是糟糕了 所以這個是人性來的 市場都是一樣的 各位 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 你分析那麼多 我們再說 分析那麼多資料 有沒有用呢 OPEG 很明顯 本來是很重要的新聞 誰知道 不符合他的預期 但他的駐馬就下來了 他就不來了 照向下爆變 都是要吃糊了 所以其實看新的 就不是看那些原因 而看那些players 是會做些什麼 例如 例如 就像燈神一樣 我們已經是 估計了 players 這樣去 一定是預計了這件事的 沒有丟都要裝有丟 所以 就要出手 去動你了 真的沒有丟 是不要緊的 我一樣會找理由的 不過 就沒有那麼大注 是的 但是我看到 第二件事 在這個 油價的市場 是怎樣的 就是 你現在 這個彎彎搞壇 你看 韓國和日本應該都很害怕 當然 肥仔金和肯英 肥仔金真的是超帥 因為某程度上 在配合我們中央市場 你如果真的 撐行馬的話 他又會動手 你一統台灣的話 我一統不立行 兩邊動你 看你怎麼擋 其實就是這樣 你看到 韓國和 日本 你猜他們現在會不會想要多些油感 當然要 是啊 我就看到另一件事 我又看到實質上有非常強勁的 這隻人 大偵察 十萬恐 華爾街落著就是 空油膠 我就沒有眼看了 他做得他玩得多久呢 是不是 這個做事 究竟能不能夠長期做下去 還是會被那些 真實的用家夾爆呢 是不是 你看看 不過呢 我想說一件事 以這個 京花街市來說 他就算多想賣友都好 他都要跟老美那邊說一句 以老美那邊說 你等我脫了身才買 有道理 這兩個人就是這樣 但是很多地方都知道 文豪鎮美 對勞了 已經 對啦 就是這樣 因為實質地要說 你看一下 王柱他們 開OPEC加的期間 他都是決定什麼 他都是決定 要加我們亞洲價 是不是 你呢 其實就是加價的 但他的期有那個 就是死給你看 那兩件事怎麼搞呢 A冠卡 這個這樣的整法 就好像有點奇怪 但我覺得 可能到最後 連西印那些油價 都會調上去 現在呢 不過是你期貨那裏 因為要做了低 所以就 行 期貨 期貨做低 你的場來的 我的場 照樣抹高 對啦 那你 因為可能 亞洲才有錢給的 講真的一句 你這些美國人 你的衰退 你都不要有的 是不是 先說一下 你暗命那些 他唯有買過來 所以你留意一下 油價就是 應該有些上升的壓力 但是華爾街的倉 又轉不到身 那究竟會怎樣呢 這個 大家都要密切留意 那這個呢 就是開始有這個 有震循出來了 這個晶片 我們上個星期 才說完 A軍 是啊 這次真是中了 上星期 我們還說 實業難閒 行行都難閒 哇 誰知道這次實業 真是壞給我們看 這次真是又要寄回 Credit給C軍 因為這個 這個趨勢是明顯的 這個其實呢 影響所及是 實質的公司 是非常之難好的 現在打下去的時間 因為生意確實是難做 除非那些很虛的生意 不用成本 不用原材料 那些就有得賺 通脹水上船高 好像軟件 遊戲 那些就OK 是不是 那些就虛 虛到沒得再虛 人工就加 人工就有限數 那些軟件可以賣貴一點 是不是 那就搞定了 是不是 但這些實質做事 真是很難解 這個應該會是這樣 這個現象 818給你聽 是符合狗魂 大家要留意一下 未來的20年 都將會是這樣 大家都是在隔身的階段 熟火 做一下科技 科技都分為硬件和軟件 軟件和軟件 不過A軍有少許避住 除非狂印錢 狂印錢 就是硬件和軟件都一起上 正如你所說 正如你所說 就有少許 Sector Rotation 是的 你可以這樣說 不過軟件會比較容易賺 即使有生意 它的成本也很難搞 因為這些實質生產 的廠商面對壓力 是幾方面的 生意少了 成本又高了 這些東西 就很難搞 多方 還有看你那些 Hardware那些 都要看real demand 反而軟件那些 你隨時一個不幸 市越壞越打得多 另外日本 為了要 保持通脹 開始加薪 終於寫到加薪了 人家怎麼迷失那麼多年 你給錢給人家洗 大哥 你真是瘋了 什麼人拿最低的工資 可能是年輕人 或者是那些 低一點學歷的人 那就搞到低慾望社會 你給錢給他洗 那些慾望 對 低慾望社會是因為 低收入 所以低慾望 你以為他真的想低慾望嗎 對 難得來到這個世界 一轉到要減去慾望 好像還沒出生 還有 這件事也很明顯 因為他真的 走了 Yield Curve Control的政策 無限QE 無限QE到最後 都是 會 派錢給人家 讓人家沒那麼嚴重的 還有 你的Inflation 或者你的貨幣 變得那麼厲害 你不增加工資 真是跟你反抬 是啊 日本人 就很難的 南韓7月出口增 9.4% 9.4% 這個就是 他的生意 就不錯了 因為 晶片也有些需求 雖然 雖然 賺得少了 是不是 但是 反映回 剛才的現象 出口增加的 即是 成功了 南韓 但不是 但入口額上升 21.8% 加上數 好像是負數 會不會 是啊 所以 都是 貿赤 連續第四個月 出現逆差 這個現象 某程度上 跟芯片公司 是差不多的 好像有些生意做 但是 成本增加得更多 這樣的現象 這個要留意 所以 他都好像 一般的 那 7月通脹 南韓升到 6.3% 24年新高 你看這個通脹 是全市 全世界的現象 我看到 都會提醒大家 是不是 這個核心 又是要提醒 鄉島和中央市場 這次是福地 但是福地不是因為我們有運行 而是因為我們 晨早有準備 是的 中央市場上年買了很多糧食 我們也有 報道過 我還記得 然後我們還說 買那麼多糧食 應該開大便 其實誰沒有準備好 不過沒有辦法 我們買了很多糧食 為什麼 因為川普 不然我們簽長單 之前 他又不賣其他東西 又不賣高科技電子零件 給我們 唯有買一些 我們 還有A軍 也有一點點感慨 就是 大家都收到了 可能 接下來 會被白難上 通常 但是老美收到資料是什麼呢 就通知華爾街 你們買好Future上去 然後華爾街 就賺了錢 但是我們中央收到資料 買好實貨 給一般百姓用 所以思考的東西很不同 所以思考的東西很不同 這就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分別 大家收到資料的 就說 行 我們要整個社會 都要搞得好 所以先買好糧食 不要拚 但是另外 那邊收到資料 就說 那麼多位資本家 炒東西的時候 有得上 這個問題就是 長期執政的政府 還有只有幾年貨幣的政府 想的東西 長期執政的政府 要個地方 營運 才可以生存 執政幾年的政府 賺幾年錢就算了 Massumize 幾年的profit就算了 之後的錢 你得那麼多 最重要是什麼 我民主黨 最大的支持者 是華爾街 是華爾街的嘛 我當然要給了他們 去賺大錢 我才能夠 求徒報你 他帶我上去做總統 你以為我有了嗎 幫人 幫百姓 他帶我上去 因為我幫他賺錢 他們肯定沒有窮人 哪有窮人 那些議員 你幹嘛繞個圈這樣說 波羅西 就是這樣 然後 所以南韓都覺得需要價值 通脹 企業更加困難 你想一下 原材料又貴了 人工又有 增加的壓力 借錢又貴了 哎呀 真是沒眼看 各方面的成本增加 都推向通脹更加之高 我們經過 長期觀察 發現這個人帶來 專方留言 他說聯儲局繼續加息 這樣才可以 佔勝高通脹 這個日本台的立場 要說加息是接近尾聲的 拉夫和氣氛派 沒錯 還有 也是那句 大家要看有關聯儲局的書 都會知道 其實聯儲局 會分回不同的 有些 吃了那個位 從來都說 通脹通脹通脹 加息加息加息 另外那些說 看經濟 是不是能承受得到 大家各司其職地去做 所以大家看聯儲局 什麼投票 投票的意思 是自己 一早 開戶之前 計定票 你以為會有意外的嗎 沒有意外的 在說這麼多錢的事 哪有意外的 但是 這個加息 其實是很吊詭的 為什麼呢 因為 聯儲局如果要縮表 就唯有 你也知道 我們這些外國 賺美金的 我們賺錢也賺不及的 我們說過的 好啦 我們賺不及去買他的債券 所以 其實 要買這個美債縮表 其實要靠 美國自己那些 那些 金融機構買的嘛 但是你想一下 金融機構怎麼賣得多國債呢 譬如 哎呀 那些短期的收益 只有零點幾里 國債十年有兩點幾里 那也好 那你一路縮表就一路接 是不是這樣說 A君 有息差就買 是啊 但是你現在夾到沒有了 點縮表 我想說這個 你如果短期的息口 也有二點幾啦 二點二點二 五到二點五啦 你十年的都得二點六 我找鬼光顧嗎 買十年那個 合不合不合 這麼說 對呀 完全沒有incentive 去 孤斷賣場 所以你是做不到縮表 所以你發現 這次 這個有個 現象 我都見 都沒什麼人提過 其實他們 美國之前的縮表 好像1415年 是先縮了一陣子才加息的 你記得 這個要回到那個memory 好像有這樣的事 然後呢 對呀 應該是縮了一段時間 才開始加 但是這次呢 是加了息才縮 上次是先縮後加的 是啊 是縮了才加 我記得 所以他們的問題是 這次加了息 怎麼縮呢 你明白嗎 人家難道是蝕住來和你接嗎 世界上沒有這樣的人嗎 所以這個縮表就失敗的可能性是非常之高的 兩樣只能做一樣而已 是啊 甚至乎縮表要先走 不是這樣接吓那些人 完全搞不定 所以影響所及 縮表應該真的搞不定 這樣搞法呢 聯儲局的 那些銀子唯有再引多一點 沒有什麼懸念 其實他們搞那麼多東西 都是想減息的 不是真的要控通最難 回到我們一開始的結論 加息的目的是為了減息救市 加息何來可以減息呢 QE什麼時候都可以QE 自己印的 但是加息就是先決條件 減息的先決條件 就是要加息 沒錯 但是現在拿著油價就辛苦一點 是啊 這樣搞法 這樣吧 然後 高盛 哎呀 你們打算他不加息呀 你們多於樂觀呀 你們這樣 兩個唱雙王 帶你去高盛 這次我就不贊成高盛 覺得他這次說謊 即是怎樣 那即是真的加元 他又怕你們 就是衝去搶他的股票 啊 讓他轉身轉得沒那麼英俊 轉鐵 這樣 所以他不是什麼 唱衰他 是啊 啊 先進課 大哥 要轉身 由這個債券過來股市 我轉身後 我就會下官的了 是啊 我們什麼 我們已經是 很早和你講 美股就OK了 幾個星期之前的事 已經是 記住 Internet 蓬佩的觀眾 你就不要用散戶 按一顆鍵 就脫掉貨 人家大戶 就要轉身很慢的 因為貨大 所以就會有些要配合期望 哄哄你這幫老散 是啊 其實不用理會他 美股應該會向好 就是這樣的情況 因為他不升到會死 基本上就是這樣就不用了 雷晴 這個新航機的雷晴 說加息也沒什麼 他的評論有些利益衝突 賣樓的人 我們也照報道 但是呢 其實他在說 是事實的部分真相 是 真相 其實真是 加息 一般來說 對樓市 是沒有什麼大影響的 你看數字也是 是的 但是呢 現在對樓市 大影響的東西 都是在出現 所以他告訴你 加息對樓市沒有影響 這是true statement 但是他沒有告訴你 其他影響樓市的東西 都是在出現 但是呢 他不在乎 就是 他的目標 都是找樓市的 大省都不會 大省都不會 是因為 然後耶倫繼續接駁著包工的說話 哎呀 美國經濟就是強而有力 講來講去都是什麼 有很多空缺的 是不是 雖然兩季GDP負數技術性合入衰退 這個技術性的 實質都是很強勁的 你看他這樣說 實質很強勁 家庭狀況良好 是呀 做一條數給人看都做不到 你有多強勁呢 是呀 做到盡了 雷股神說已經陷入衰退了 講回一些實質的事 因為兩季GDP負數就是衰退了 都沒什麼有得說的 是呀 又想搬龍門 他就覺得經濟確實差 因為業績都不太好 這個雷股神的觀點是 他就不太好 是呀 還有沒有放水 沒有放水 但雷股神的倉業績更加差 經濟差不差 我不知道 不過雷股神的倉業績就應該很差 他就很有信心 投資組合將會有良好回報 他也是要做這個sales的工作 我也很有信心他會怎樣的 到下年先到下年 到下年這個放水那裏要做回事先 是的 這樣呢 這個美前財長說 經濟衰退可能性75% 他說什麼呢 明明現在衰退了 大哥他還說75% 他說未來兩年 兩年那麼久 就是長期的事 是一個 不過有得減息 怎麼會是這樣呢 應該就 我就不是這樣看了 這件事 我覺得他不對 嗯 或者他呢 趨定的期望去減息 是的 這個也可以是 然後高盛就說 澳洲一年來也有四分一機會 都會衰退 咦 他們不是吹到自己的抗疫手法 每樣東西都很好嗎 為什麼全部全部包散 哦 那你因為那些客人 那些客人都包散 哈哈哈哈 勾吹 那些東西賣去哪裏 已經沒有東西賣了 那些客人都不光顧了 而英國呢 本季都出現衰退 那 那 這個其實英國都 都幾OK的 那些這樣的 政府起碼實事求是 因為他之前已經說了 如果你有看我們 兩三個月之前呢 那這個 英倫銀行的行長都說了 今年下半年衰退機會很高的 其實 那這個 那這個都幾專業 我看到這個要讚讚他 這個 就是這樣 這樣 那這個 那這個呢 還有他們研究 英國呢 哈 有530萬個家庭 兩年之後呢 就有530萬個家庭 沒有支援 有20%的人 是沒有支援的 那我們呢 中央市場滅了貧 之後呢 那些貧金就去了英倫島 那 所以呢 BNO 我一定要開放多些 你們等多些錢過來 大哥 是啊 對 那 就這樣 那 跟著呢 紐西蘭呢 也都開始 加人工的壓力 那些人心門島 開始要加人工 強化 加息預期 如果你記得 這個包工說過 非常之不想呢 通脹令到那些人要加人工 加人工 跟著又再物價上升 成為這個惡性的通脹循環 那紐西蘭好像出現了 是呀 其實單單呢 那些惡性通脹呢 都是啊 工資要追通脹 通脹要 跟著呢 就 大家加了人工之後 又再花多了 所以又增加了那個通脹 跟著呢 通脹又再上升 又要追工資再上升 形成的惡性通脹 是這樣的 是呀 那應該按一下原材料的價錢 加人工很正常 不過 Anyway 原材料都 說是權有些都不在他們手上 不是呀 難搞啦 只是那些黎民的福祉在他們手上 那這個西班牙呢 都是一般的 他說夏天呢 開冷氣呢 開到27度好了 哈哈 開冷氣到27度 之前我們 這個鄉島的政府 25.5度開完 我發覺冷氣等於沒有開 我已經激氣了 都覺得他露點我 誰知道西班牙政府 他說27度好了 那真可憐 開了真的不知道就等於 我們歐洲 我們歐洲沒有冷氣 我們環保不會像亞洲那樣的 我不知道有沒有跟你們說過 其實所謂的環保 是一個赤銀的生物就是環保的了 哈哈哈哈 還有 其實呢 這次呢 那些BNO黃人都踢爆了一件事 還什麼保 那些人是沒有錢裝冷氣的 那些環保的生活 那些環保的生活 要什麼研究呢 你好像赤斑拿 就是這樣 你連收入一百萬的家庭 好像連收入十萬家庭 那樣生活就環保的了 你什麼都不用想 那就可以了 那就是環保的了 知道嗎 就是這樣了 那你今集就講到差不多了 又是那句話 審說給大家 這個油價就非常之反常不合理 對不對 那我們估計呢 因為華爾街的駐馬 想著奧平家有東西看 你也知道 所謂金融進步的華爾街 其實全部都是用內幕消息操作的 已經這麼進步的 有這個地下秩序非常之良好 所以見他好像很有規矩 是因為有地下秩序 但實質的需求是非常之兇猛的 這個油價下跌的華爾街壓力呢 第二呢 各國發展了 各國發達經濟區 我都不知道他們是什麼樣子發達 他說自己發達就發達了 發達經濟體好像很多都很不行 又高通脹 經濟又慢下來了 就說自己發達 他就發達這樣 但是呢 這個聯儲局的縮表 似乎有點暗用 看他的樣子很難行 尤其是加了息才加得這麼快 那表還怎麼縮呢 少少息差都不給人 那誰買呢 誰光顧呢 你知道 你老美的錢是印出來的 我們賺回來很慢 你印出來這麼快的 那些債券 那究竟哪裡有人接呢 那表還怎麼縮呢 哎呀 真是阿爸的頭都想不到 是呀 縮不了表 那怎麼辦呢 那他都不理的 他扮控通脹其實是要減息 所以這段時候 其實由於這個Yield Curve 變成Flatten了 所以呢 那些錢又會回到股市那裏 是呀 是呀 那直到什麼時候呢 那大家看看 那些貨物去了散戶搜 那接著市場又不行 那就吹減息了 美國股市將會非常強勁 耶 好啦 所以股市和商品 都全部講完了 那就是 有港利台 沒有窮人 耶 好啦 今集就到這裡 明天我們再見 拜拜 好